泡麵跟火鍋 就是你們家颱風必備涼拌 颱風天神隊友 泡麵加蛋有沒有 那加把青菜可以有嗎 我看你挑了很久 考慮很久是不是覺得 價錢有點讓你考慮 對 有一點貴 這個高級真的有一點貴 買什麼好 媽媽走來走去 不想跟錢包過不去 因為傳統市場修飾 大賣場架上的促銷青菜呢 星期天晚上又被掃空 剩下相對貴的有機蔬菜 讓媽媽有點買不下手 馬鈴薯啦 紅蘿蔔啊 便宜換菜色啦 我一定要全部夜菜 颱風米塔前脚還沒到 青菜有沒有先長起來等呢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表示 因為颱風走向 星期天下午才明朗 但青菜是前一天就採收好了 而且連著好幾天 台北都下雨 買氣不忘 菜價反而跌 像是根金瓜類 胡瓜和玉米 星期天的批發價 都比前一天掉了兩塊 夜菜類呢 像是高麗菜 星期天的批發價 也比前天掉了四塊 青江菜大白菜也都是走碟 菠菜也比前一天 跌了二十九塊錢 這陣子漲翻天的香菜 也變乖了 每公斤七十塊錢 便宜了四塊 不過怕的是 颱風一走 菜價掃到颱風尾 會變貴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表示 青菜的大本營 在南投嘉義雲林彰化 如果這一回 大雨最後掃過的是 北部東北部 米塔不會讓青菜趴下 婆婆媽媽們 也就不會七上八下 我來看見 我來看見 我來看見